作詞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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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拍3 3 2 1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這台主席 在熱擊或是 按照文化會來一切 讓他在出席 其他對面的女人也很棒 其他有多少少少的 那個就很高興 一個可以從比較大型的 很高興來這邊 剛剛大家都很棒 我們其實在Slido上面 即使你沒有問題想問 也可以按讚 然後待會我會盡可能 按讚數量多的會先回答 那因為理論上就是說 到最後時間永遠會不夠 那時間不夠的就是能快問快答 但是因為前面的呢 像這個有12個讚了 至少我回答就等於回答了 12個人的問題 這樣子分配時間 可能比較公平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胡廷碩同學幾乎是洗版了 所以我就直接開始吧 好 廷碩說 希望直接拜託政委下令 每一場公司設計活動 都盡可能進行 有社會意義的會議採購 比如說推廣P5工廠會後 製造的餐盒 要從食品工廠來推廣 青農的話 去工人天人民茶的 越南茶包這些都很難理解 讓人理解政府的態度 那會議採購金額雖然非常小 但是如果連桌上果腹這些東西 都是設計的產品的話 那宣示的意義 可能在前幾次 操作成媒體效應 CP值都會非常高 就是相當好的建議 這個建議我也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那這個據說已經連續四年 都是同一個建議 那我們就直接回答好了 事實上在公共門就是這些會議的這些東西 它都是有一個固定的採購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就要做共同供應的一個契約 也就是說每個機關在買的時候 會先去看他之前跟哪一家訂 或者是他旁邊的機關跟誰訂 然後呢我們有一個名錄 這個名錄就是所謂的 共同供應契約的廠商名單 然後呢在上面呢 你不用特別再去審核啊 或者是開標啊或怎麼樣 你就可以直接向他買 然後大家供應的條件是一樣的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突發奇想 那個你想要跟一家這個 工戶們從來沒有採購夠的這個廠商做 那這樣要看這個價錢啦 如果不到十萬的話呢 還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呢如果你一次的會議量大 或者說你要一次採購一整年 或者你要有一個開口合約 那個就非常非常麻煩 你要有一個招標的系統 那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 聽這個所謂採購法的細節 所以我們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要先讓社會企業的這些產品 進入共同採購的這個程序 那這件事情我們目前是 今年的社會企業的 最主要的幾個推動方向之一 就是去輔導社會企業 再願意進入公共能採購的這些社會企業 第一個是說我們要確保說 如果現在好比上有兩個部會 好比上經濟部跟教育部好了 我隨便講 都說這個他們會議 現在願意採用某一個設計產品 那我們就可以預期說 它的量就會從一個月份 有可能上百件 忽然之間變成上千件 可能忽然之間又更多更多 那設計能不能夠那麼快的scale 這個就是我們在審核資格的時候 會問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有好幾家設計 它能夠組成某種團結的聯盟 就是說有類似的這個spec 然後呢如果一家正在清皇不及的時候 另外一家可以deliver的話 那他們這幾家中間 有沒有可能彈出一個 就是共同的這樣一個spec來 這樣子我們在採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反正只要是設計提供這樣子的產品 我們就可以進行採購 我們先不管是哪一家設計 那這個審核相當的複雜 所以我們大概run到現在 大概一兩百家都已經看過了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採購法裡面 到底要把這個就是作為社會企業 當作是一個廠商的資格 是說我們在審核這一批招標的時候 只有社會企業可以進來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相當複雜的定義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馬上解決 或者是說我們是說 這個企業它只要有它的社會使命 或者說它解決了社會問題 它寫得越清楚 我們就給它加分加越多 那這樣沒有把其他的廠商排除掉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的社會使命越清楚 跟這個value越扣合的話呢 就越有可能得到這個採購 那這兩岸呢我們目前還在評估 大概是我下禮拜一去矽谷 一個禮拜之後回來之後的那個禮拜 我們會在聯席會議上面 對這兩種方式之一做出一個決定 但是無論如何都會提高社會 進入共同台頭程序的可能性 那這件事情之後 才有可能變成常規的事情 而不是變成是說好像一兩次 好比想說我之前下去台中啊 或者是去高雄啊 其實去跟當地的社會座談的時候 我們吃的啊或桌上用的 確實真的是社會產品 然後大家也覺得很棒之類 但是就是說它會變成是 那些社會會覺得說 你一次來然後照著照片 好棒喔 然後就好像消費我們嘛 然後接下來沒有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關係都是要長久的關係 才能夠持續 所以說如果我覺得 這是一兩次的媒體效應 也許是會有啦 但是我自己更關注的 就是公部門跟社區界中間 怎麼樣有累積的關係 那這個必須要靠共同採購 或者Buy in Power 這類的方式 才能夠進行 就是希望有具體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 聽說的第二個是說 本建言具體可行 恳請直求恢復 然後完全一模一樣的問題 只是多了大概七個驚嘆號 那所以我們就 不把這些驚嘆號念出來 我希望剛才有具體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聽說的第三個問題是說 能不能夠協調各部會 例如客員 農 社造 相關的青年社創專案 不用在個別的組織 個別單位來獎勵 換採用參與式預算的 共同執行的這個形式 也就是說 他認為青年回鄉社造的時候 如果是分別 可能是三個不同的部會 補助這三個不同地方的青年 各一百萬 跟這三個青年共同執行 某一項跨部會的三百萬計劃 那個意義當然是不一樣 確實 那我自己這邊的想法是這樣 其實剛剛聽說 要我下令什麼東西 這跟我入閣以來 或甚至入閣以前 做事的方法是相違背的 我作為一個anarchist 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我最不相信的就是下命令 因為如果現在我是因為 我是政委 然後下了命令 這個命令事實上是不work的 或事實上是一個壞主義 然後因為階級嘛 所以說你還是去做了 那第一個是說 其實本來你腦裡有更好的方法 可是其實就不會跟我講 而且也不會實行 然後第二個是說等我不在了 那你講 好這個就覺得說 好那就不用做了 那就所謂的人去政習嘛 那當時因為這個政治意志 而形成的社會關係 其實反而會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 就是說那怎麼後來沒有了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比較相信的是說 我進來雖然不下任何命令 但我行使的權利 我們叫做議程設定權 就是說我會盡可能的去促使不同的部會 或不同的機關去探討同一件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比較long lasting的 就是說即使我不在了 但是這些部會或機關發現 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開放政府是有意義的 社會企業是有意義的 跟青年更多對話是有意義的 那這樣子才比較有可能變成是 未來不管我在不在 這些部會之間的真實的橫向聯繫 以及從青年朋友社企朋友 或者其他的朋友過來 就不會發現說是這一個部會 他完全不知道別的部會的事情 而是每一個部會都可以當其他部會的 一戰式的窗口這樣的情況 所以具體的落實的方法就是說 好比像說之前我剛剛提到 就是我尋回全台灣 可能每兩個禮拜 會去一個不同的區域的社區聚落 然後之後每個禮拜三上午 會在空總是office hour 那只要是社企相關的事情 很歡迎來找我聊天 那所有這些事情我去的時候 其實都是目前大概七個不同的部會 只要跟社企有關係的 就是等於是聯繫是一起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不只是說他的問題部會都可以回答 或至少待會去討論 而是說別的部會這樣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部會有在做這件事 這個部會有在做這件事 他對我們內部的這個組織 是非常的有幫助的 所以具體回答聽說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這件事情 比較不是在預算上面去調控 我們真正能夠去用院的角度 特別去編一筆跨部會的預算的 對這兩天剛剛通過了 就是前者和基礎建設 那那個是確實是院的意志去控制 但是不太可能每一個案子都這樣子做 大部分的提案還是回到個別部會的 部會各自管考的案子來 所以如何確保這些東西可以對接 還是需要所有在做這些執行計畫的人 平時就認識 就是平時的這些中階的事務官們 所以我具體的做法就是說 靠每個禮拜每雙周巡迴等等這種方式 透過遠距連線 然後以及內部的所謂working group的這個方式 確保所有在跟社企有做任何相關事情的部會 都知道其他跟社企有關係的部會的朋友 現在在做什麼 那所以他們提出來的專案 就比較有可能不謀而合 那我覺得這個不謀而合 才是比較有可能發展的一種治理模型 就我們叫協作的模型 所謂合作的模型 就是大家平常都要非常熟 然後是好朋友 然後這個才能一起做出什麼東西 通常大概到二三十人 就不太可能繼續下去了 那台灣的部會已經超過二三十個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就是要靠這種不謀而合的方式 進行溝通 停輸了另外一個問題 讓台灣街頭成為每個藝文創作者的舞台 是否能夠重新審視 為什麼藝文工作者充實城市風景 養活自己需要被審核呢 而且是需要被不懂的人審核的呢 令人不捨 如果能夠取消奇怪的審核制度 對於個人文化就業者必然能夠大有助益 這個就是所謂的議程設定權 我在進行開關政府工作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個join.gov.tw 就是一個可以連署的 然後也可以看預告法規 也可以看所有目前的政策的執行情形的 這樣子一個平台join平台 在上面只要到五千人連署 那我們就保證這個機關會認真的回覆 那在我進來之前問題是說 機關都認真的回覆 可是只要跨機關的事情 就會認真的不回覆 那就是說大家就會看到說 這個一段很長的文章 但意思是說對不起 這不關我的事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很不幸的狀況 所以我錄了之後 現在就是靠每個禮拜五 就是靠我上午 才從一個房價要改成十平置計價 的如果你找十平置 Google第一個找到的就是join平台 這個五千五百二十三人的這個提案 它事實上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提案 它的意思就是說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不應該用一些什麼雨遮啊 陽台啊 車庫啊 什麼東西去 感覺上好像美瓶的單價很低 可是事實上呢就是有點不實廣告的感覺 那但是呢其實在媒體呢 因為媒體就是衝突製造的這個專家嘛 所以他就會去不斷的把各方不同意見添油加醋 然後看起來好像大家不共開天 但是呢事實上今天就是 不管是內政部的朋友 內政部各個不同 底下三級機關的朋友 我們公平會的朋友等等 都有來 然後呢也包含建商啊所有這些 還有當然連署人裡面 五千多人裡面來了幾個人 那後來就發現說 大家其實要的都是同一個東西 就在我們十家登錄上面 同時把這個總建品去公開 又把主體建物公開 就這樣啊這樣就好 就兩個並列嘛 然後在廣告上面呢 可以去要求一些措辞 那所以他們就很快就收斂到 可行的建議 那其實我全部扮演的角色 就是確保大家跨部會 認真的來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留下竹子的記錄 然後以及一些新制圖的記錄 讓所有的連署人看到 那為什麼提這個呢 是因為房價改實品是機價 有五千五百二十三人連署 但是取消全國街頭藝人考試 目前只有兩百九十四人連署 所以 因為它在社會上面的聲量是有限的 那因為我們能夠靠這樣子跨部會 去處理事情的能量 坦白說也是有限的 光準備事前資料 大概就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月 只能處理三四個這種案子 所以我這個就是繞了一大圈 然後來說 這個可不可以多組織一下 然後讓這件事情變成更熱的一個話題 然後讓跨部會都可以看到說 有四五千人對這個感興趣 或者是在 我了解就是在那個全國文化會議上面 其實也有朋友提出跟這個類似的一些論點 總之就是政府可以有一些場域 但是我們目前因為操作這樣子一套方式 確實是相當費時費力 所以我們只有證明給事務官說 可是這樣子攤提下來 可以幫大家省時省力 因為你不用一個月去應付五千萬人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討論 所以這個議程設定 我覺得還是蠻需要組織者的幫忙 另外一個不是我的問題 但是去年署有沒有指標 評估青年創業的成功度 而不是單純的補助 或者大量開課設立預程 例如新創業家的參與率 或者是機會成本比例 來避免大家在KPI上面一昧創業 但是卻沒有真正創業的意義 而使國內的創業品質 参差不齊 我其實不是很相信KPI 但是我之前在業界那套管理方法 就是OKR的管理方式 就是我們會希望KPI裡面 盡可能的就是專門指寫你的Value Proposition 就是大家剛剛上去Pitch的那個Value Proposition 然後呢 所有跟Value Proposition不太有關的部分 全部都砍掉 就是只剩真正的它的價值主張 以及這個價值主張 它可以直接達成什麼 或者你可以間接透過什麼去Proxy量測到它 好就這樣 這是國法會目前就是對KPI的一個 比較是精實KPI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其實蠻同意這位提問的朋友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要量的話是量跟Value Proposition 直接相關的部分 但是因為這個特定業務不是我的專門 所以看待會兒主張 主張要不要討論 有一位朋友說 政府鼓勵民間運用Open Data發展附加價值 其實像剛才有一組就是兼具小幫手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不只是Open Data 它事實上是Open API 因為你不只是讀取嘛 你還有寫回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當然這是一個附加價值 因為本來是散在各個不同的區域政府的Data跟API 那這個用一個APP的方式加以整合 然後這邊朋友就說 但是呢民間如果已經完成資訊開發運用 還不想要檢舉小幫手很棒 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中央政府 就推出了檢舉小幫手 這個相似度非常的高 這個畫面Layout看起來都差不多 那是不是有與民真理的問題啊 剛剛提了一個business model 就這樣子被政府破壞掉了 到底要怎麼辦呢 好 那我想第一個是說 事實上這個在Join上也是有一個連署案的 叫做建立全國性交通違規檢舉平台 目前才20天左右已經用455人 所以事實上是有成案的機率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歡迎Google 建立全國性交通違規檢舉平台 然後上去連署 那為什麼會有幾百個人來連署 其中一個意義就是在告訴我們說 確實存在 社會上存在這樣子的需要 那但是呢 所謂的與民真理呢 也有一派朋友是說 可是政府永遠不應該主動來做 這些服務整合的事情 所有這些跨部會的服務整合的事情呢 全部都應該來讓民間做 然後呢讓他有一個business model 那這也是一個講法 我自己在入閣之前有主持過 現在還是有主持啊 一個叫做蒙點的專案 那蒙點專案的Value Proposition 就是說教育部有各種字典 民間也有字典 維基也有字典 大家都有字典 但是沒有一個讓所有這些字典 連在一起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了 然後做的過程裡面 看到教育部的國語詞典裡面 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也把它修改了 但是我們拋棄掉所有的著作權 所以呢 確實就是在教育部 重編國語詞典改版的時候 那個廠商 就把我們所有 好不容易大家辛辛苦苦 這個去把這些 轉成unicode啊 挑錯字啊 這些東西 統統都合併到他們的新的版本 所以呢所有人現在在查 重編國語詞典的時候 就不像舊的那個 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樣到底有沒有 與民真理的問題呢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蒙點計劃 當時發生的時候 他希望解決那個社會問題 在政府就是把我們的貢獻 拿去了之後 他確實是更被解決了 反過來講就是說 政府也沒有要求蒙點下假 說什麼我們抄襲著作權 沒有 政府是用開放授權的 CC授權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繼續做 反過來講 我們也沒有說 我們做得很好 那政府不能抄 我覺得這兩個這種 中間還是一個 互相加強的一個關係 但是為什麼 能夠達到這個 加強的關係 是因為他的授權條款 寫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用的這個資料結構 就是蒙點 當時設計出來的 這樣一個資料結構 所以每一次在 教育部更新的時候 他的網站跟蒙點 是可以同時更新的 沒有任何一邊是 好像是說 在資訊上有一個落差 是他們網站先更新 然後資料集過了半年 才不停不願放出來 然後民間才用 所以我覺得說 不管是任何這一類的 資訊的整合案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任何一方 在加入的時候 他所做的這個貢獻 是其他的一方 在未來加強的時候 是也可以利用的 就是一個 比較疊上去的 這樣一個關係 因為我自己是做 開放圓馬的 所以當然是講這一套 但是這樣子 大家的問題就是說 那這樣我們到底 還賺什麼對不對 我們到底有沒有什麼 business model 是可以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全部都是用 開放圓馬的方式的話 那有一個更好 business model 就可以把它拿去賣 那通常我們 早期在推open source的時候 我們在講就是說 雖然我的城市馬是免費的 但我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昂貴 大家可能聽說 一小時一個比特幣 現在已經非常非常多錢了 所以就是說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對這個domain 非常的清楚的話 那大家會希望做的事情 是用你的時間 去讓你認同這個價值 跟他們認同的價值 中間產生新的聯繫 那這個服務本身 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幣 任何城市馬都要有價值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任何創業的人 是先看清楚周圍的環境 社會跟企業是兩個名詞 那在中文裡面 就是兩個名詞連寫的時候 常常大家就會把前面那個 看成形容詞 所以就會變成好像 社會性的企業 企業盡一點社會責任 進到一個程度了 我們就承認它是社會企業 可是我覺得這並沒有真的 就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鬆動或者是解消 它就是以切為主詞 在社會為形容詞 上一個我處理過類似的案子 叫做亞洲矽骨 它也是一個聯繫名詞的結構 然後每次大家看到這四個詞 就把亞洲看成是形容詞 然後就說我們要山寨矽骨 我們要靠矽骨 然後就會很多人像我 就會很不高興 因為像我們很喜歡 比如說金城武 隨便講 然後如果有人說 他是桃園金城武 我們就會很不高興 因為就是有一種山寨 這個後面這個名詞的感覺 那所以 但是呢 當時我的貢獻就是 在亞洲跟謝武中間加一個點 所以那個點 念作連結 就是所謂亞洲連結席骨 所以同樣的就是桃園連結金城武 既不是說桃園人都要變成金城武 也不是說金城武要搬來桃園 而說在這兩個中間 有很多實質的連結 那所以我覺得社會企業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社會企業並不是用社會去修飾企業 好像賺錢這個比較有良心 而是說 它是在社會跟企業中間 除了買東西跟捐錢之外 去產生一個新的連結 那每一個社會企業的project 它的連結方式都不一樣 有一些朋友是非常相信團結經濟的 那它的連結方式就是讓這個生產者 甚至所有的利益相關者 通通參與到公司的治理 這個非常棒 那也有朋友是相信循環經濟的 那就是把整個ecosystem 或者是剛才的貓啊 或什麼之類的 都把它放到這個公司的 治理的consideration裡面來 那更多的朋友 是去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做創新 所以我在這邊講的是說 社會企業它並不是 它是一把大傘 它並不是說 隨著大家的加入 我們就要所有人都去 挖到某一個角落去 而隨著大家的加入 我們對社會跟企業中間連結的方式 的多樣性的認識就更多了 所以說大家的加入 每一次都是去展現出一種 社會跟企業中間聯繫的方式 而不是說 好像我們就是要用一個部門去修飾 另外一個部門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並沒有覺得說 我們要按照盈利分配比 這一個metric 就來定義是不是社會企業 但是我同意說 如果你的章程裡面已經寫清楚了 不管你是說盈利分配比 你的social mission 你的什麼 應該要有一個方式 有公信力也把這個章程揭露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在做公司法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最主要的 一個就是說 公司盈利為目的 我們把它加上社會或環境責任 等等這種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一定程度上有一個 易化的平台讓大家可以公開揭露 這些章程或其他相關的部分 所以我們自己就是把這個平台做好 但我們不會特別去引導說 只有符合哪一兩個很狹狹的定義 我們才去promote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說 這個政府是要怎麼樣去量 這個social impact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政府自己做的事情 就像成如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自己量 我們自己政府的 包的案子的social impact的時候 就已經碰到KPI的這個很難量化 或是它量化的這個proxy不夠好 或等等的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剛剛說的 會以價值主張作為KPI的主要寫法 這種新的想法出現 所以同樣的就是說 就像剛剛大家在Pitch這邊一樣 如果一個公司 它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寫進它的 不管是章程或是它日常的 等於是一個social charter 它跟旁邊的人 約定的一件事情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回過頭來去檢視 這就不是這個政府一個人 他請三個專家 也不一定很懂 跟街頭藝人一樣講了算 而是說全社會都可以去檢視說 你這樣子一年下來兩年下來 跟當初跟社會約好要做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做到 然後大家慢慢形成這樣一個consensus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當我們說多利益關係人治理的時候 並不是政府設一個舞台 政府自己當評審 自己當裁判 都是我的人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我們做了這樣子之後 好像說十幾個人一起開會 政府可能真的只有一兩個人 然後大部分都是實際在那個場域的stateholder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說 這個社會企業它當初說要做的事情 跟社會感受到的 有沒有什麼落差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重點是這個程序 而這個程序的重點是透明 因為如果沒有透明的話 其實大家是不會相信這樣子一個程序 那政府如果在裡面佔有主導權的話 那其實大家本來 公信力就已經是下降的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們就是把這樣子一個機制做出來 但是我們沒有要主導或者dominate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這兩日大部分的參與者 較專注於現有的產品形態 或大量近似型的服務的商業訴求 但是呢在高度的競爭市場裡面 少有在針對近似問題的同時 展現出顯著的differentiation 那我們該如何像在這次的社企工作方面 拋出對於彼此永續發展的實際運作上的疑慮跟迷思 我覺得最好就是用一個匿名的平台來發表 就是像slido這樣 如果大家都一定要具名的話 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會出現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有某種feedback的方式是相當好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不管做任何政策或是做這些東西 都有一個匿名的類似投遞箱在我們petees的網站 就是希望說我完全不認識的人 甚至沒有把我當政委就是唐鳳 就是我們這樣子面對面聊天 都可以給我feedback 那如果他一開始覺得沒有那麼安全 他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接下來可能用匿程的方式 然後呢好像很多人在PTT上面 留佔內信給我 然後到最後可能他就願意出現在 空總或其他地方用面對面的方式 所以我把這個問題稍微延伸開來一點 就是說當你的social mission在做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一廂情願 是所有的stayholder都應該要有方式來告訴你說 這件事情我們的感受是怎麼樣 感受本身是沒有對錯的 你不可能去否定別人的感受 但是你越清楚所有不同的利益關係的感受 你就不會被你自己就是一時的那個衝動的感受 一路帶著走 這樣子才能夠不斷地去轉換方向 不斷地去pivot 那如果你能夠保持這個不斷傾聽的狀況的話 其實就沒有失敗可言 你就是不斷地在pivot而已 這不是只是話術而已 而是說因為這個成敗就是所有人一起去設定的 那只要大家一起設定的這個管道保持通常 其實它是不太可能會有失敗的情況 有一個朋友問說 當初在求學路上有想到進行教育改革 目前青年學子們有許多人對教育體制有許多都不認同 對有心貢獻的青年人有何建議 如果本組想推收費的課程講奏 知道是哪一組了 該如何操作 不然是有什麼建議 非常好的問題 首先就是在這個新課綱快要上路的時候 新課綱的一個特色就是說它會給非常多學校本身 發展出來的校定的必修校定的選修 學校跟旁邊的社區的結合 學校課發會的自主性等等 我們當初在弄課綱所寫的一大堆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其實並不是非常多學校知道怎麼樣弄這一套 所以說就有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說因為按照課綱 它要去響應那個社區或那個當地的學生的實際的需求 去開學生想要聽的課程 去用學生想要的教材教法去進行教學 而且還要融入各種各樣的三面向九大素養 那這些事情如果老師自己沒有 平常沒有在跟我們課發會和逐自搞的話 其實在準備的時候是相當困難而且需要資源的 那當然老師本身有共同的備課平台這些東西 但我會建議說不管是實驗教育或者是慣行 不是常規教育所有這些東西都可以互相分享 就是自己想到的這些innovation 不需要就像社企標 不需要特別去分飾NPO合作社或者是企業型態一樣 不同型態的學習 它其實只要做出一些有效的教材教法 或有效的做法 其實所有人都會覺得這個東西非常有價值 所以我會鼓勵說這一組 就是變成各種不同的教育型態中間的一個 一個算是連結者吧 就是說在這些新課剛剛要上路的時候 老師們或學校課發會還沒有那麼清楚說 我們要怎麼發展這個特色的時候 他就可以進去說我現在比較知道怎麼樣發展 跟它是一個協力的關係 或我們按照新課剛剛的術語共好的關係 而不是變成是說好像只是一次性 或者是一下子把它就是稍微這個 什麼神功灌頂之後你就走了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整個教育就是一段持續的關係 而且在這個關係裡面 要看實際學生進來面對這些新的教材教法之後 他們的感覺然後你再去做調整 那這樣子一個連結者的角色 現在其實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還有13個問題我們就進入快問快答了 有位朋友說接續上一個提問 這次團隊都有提案 是的沒有錯 承接上一題 如同在地政府組織機構 是不是要重新設計省思 有作用而無實際解決問題本身的方式 但是要同時需要脫離對現的方法思考框架 我從入閣以來用的一支都是 所謂design thinking的這一套方法 所謂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菱形 如果有人學過設計思考的話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你每一次都不需要 在發散就是收大家的實際需求的時候 都不需要做到完美 就是說你只要以你當時的狀況 知道大家差不多要這個就好 同樣的時候收斂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fail fast 或者是best more 就是說你也收到一個 暫時看起來好像沒有犧牲任何人的利益 但是也不需要對任何一方 創造非常大的利益的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不管是引進slido 引進主資稿 引進real time board 引進各種這樣的小工具 或者是所謂的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交點討論法 每一個小小的東西 對於工部門的運作 跨部會的聯繫 都起到一點點的作用 但是它當然不是整體的去翻轉 那這個就跟很多小的設計 在創業的時候 對於資本主義做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像的 但是我們的想像是說 等到大家習慣了這套流程 慢慢把設計思考 變成是想的方法的時候 在規劃新的政策 在規劃新的跨部會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想到說 那我多問一些人 讓使用者早一點參與思考 會不會比較好呢 至少在報稅的時候 就不用去接windows了 對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把實際的使用者 納入設計流程的話 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我們把幾個案子 這樣做出來之後呢 我覺得慢慢就會 更進一步去鬆弄這個框架 那設計也一樣 政府除了以競爭型計劃之外 能不能以停案審核的方式 隨提隨審 這個確實就是說 像國發會 也現在就是往 所謂以投資取代補助的 這樣子的方法去想 你先通過這個比較嚴密的 投資型的審核之後 那我用補助來推你一把 但是不是反過來 是說我因為先補助了這些 所以你們一定不能失敗 然後我就一直來投資你 後面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通常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尤其是 就是掌管投資的這些部門 其實都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大家可能慢慢會看到一些 做的事情的方式的改變 第一個這個常常有人把高科技 帶給中高齡者 但事實上一 長輩應該越來越會使用 確實 因為現在這個進入門檻 越來越低了 以及二 接受度不一 那效果不佳 對此看法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說 所有這些last mile的事情 如果不是說語明真理的話 既可能的去說 那我們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但是我們希望找的團隊 是認同這個social mission 而不是只是把KPI take好的團隊 那這個其實也是把社區 納入共同採購的後面的想法 就是大家越來越認識說 我們在開RFP的時候 我們可以按照你的 就是social 或environmental impact去開 而不完全只是按照 這個所謂的ROI去開 好 那還有十個問題 但是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就真正的快問快答 短期之內沒有減免稅收的想法 這個 與 與民真理的問題 剛才已經回答過了 社會企業跟網路集合成本 會越來越低 而且這個把社會企業跟網路集合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創業可以創業的一個地方 這個對於社會企業 對有沒有哪些建議 目前沒有任何建議 對台灣設計發展 越緊跟期許 是要大家一起做出來 就像空走那個場地 是一百多家設計 一起設計出來 我是每個禮拜去 確保這個當初的 這個social跟environmental mission 沒有這個歪掉而已 那政府目前正在設計 非常非常多的評估工具 但是這也不是政府一個做 基本上你到每一個 跟設計有關係的 學界的老師們 他們都在做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接下來會看到 百花齊放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 普遍使用設計產品 這個剛剛buying power 跟共同採購 其實大概都有講過 但重點是整個社會 要越來越知道這件事情 我自己對於設計的發展 其實就是 我今天才去出席那個101的 設計圓夢百寶河那個活動 那我講的那個slogan 就是說我與設計同在 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去對設計下命令 但設計 歡迎設計對我這個提出 任何政府要嘛不要擋路 要嘛可以把事情做 更好的各種方法 我盡力幫大家解決 我在台灣幾乎沒有參與 設計相關的經驗 但是在國外 認識相當做做 合作經濟的朋友 那但是合作經濟 那是一個比較老的詞 那現在設計是一個 比較潮的詞 但我覺得它的核心 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年輕人創業的失敗率打9300 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自己創業大概失敗了五次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創業本來就是會失敗 那重點是說 你創業的時候 如果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而是你有社會跟 environmental impact的話 即使你所謂的失敗公司到了 你其實還是對Ecosystem 有了非常大的貢獻 這樣的情況下 整個Ecosystem 比較會支持你 再繼續做第二次第三次 可能第三十次的這種創業 最後這個廣告呢 我就不一個一個字面了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我們請我們的唐豐正偉 來為我們做說幾句其勉的話 歡迎 謝謝 他們要錄影 而且給了我一份參考稿 我不確定 我能不能全部背得起來 我就隨便講 OK 就是真的很高興 在這邊跟大家齊聚一堂 那在這兩天一夜的過程裡面 就成如剛才署長說的 其實就是讓大家更認識社會企業 然後也讓整個社會 也能夠按照大家這個工作 更認識社會企業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說 更認識社會企業 因為其實這個社會 對社會企業的認識 其實還是相當薄弱的 今年大概好像六月還是七月嘛 新展跟運景工程 一起有做過一個問卷 那那個問卷裡面呢 有兩個數字很有意思 一個是說有高達64%以上的民眾 不好意思 一個是說有高達64%以上的民眾 說如果我現在買同一個東西 那當然我這個東西呢 我知道它是社會使命 它要解決社會問題是什麼 那我願意這個多掏一點錢購買 有64%以上的人 願意做這件事情 不要大家很認同 這樣子一個想法 但是呢 同一份問卷再接著問說 那你講出一個社會企業看看啊 社會企業到底什麼意思啊 就大家都答不出來 大概有八成的人答不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大家都覺得很有價值的一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 目前並沒有一個很清楚的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任命社會企業 至少比起所謂 抵制特定企業的這個運動 我們的能見度 還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哪一天這個 對於這個擁護設計的這個能見度 跟抵制某些特定企業一樣高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 就算是非常非常成功了 那當然就是要提高這樣子的能見度 跟大家的認識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那剛才其實大家在pitch的時候 也用了很多方法 那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印象深刻的 就是短片 那短片其實 確實一下子就能夠讓大家 一下子進入那個 跟自己生活情境 就算不一樣 但是也很言之成立 好像看電影一樣 進入一個時空當中 所以我們自己辦公室 之前已經有拍一些開放政府 相關的短片 開放政府大火鍋 開放政府沙威馬 這一類的這種東西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月裡面 也會繼續去拍攝器相關的短片 那希望就是透過可能主流媒體的一些聯合播映 讓大家更知道說社會企業是一件 就是值得認識 而且值得贊同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會做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空總 那因為像我今天剛從101過來 那他們那邊很多人一問我就說 社系聚落跑哪裡去了 那還好我有一個很好的回答 就是跑到這個建國花石浴室旁邊去了 就是說它搬到空總了 那空總這個地方 雖然從外面看起來是一個悶進森嚴 但是在裡面其實已經投入相當多的資源 然後讓它變成很親和 那接下來那個牆可能拆掉可能樓空 從外面也更容易知道說 裡面有這樣一個社會創新實驗的中心 那這個中心我自己覺得很可貴的就是說 是可能我們在五次不同的會議裡面 見到了大概一百多位不同的社系的創新者 是大家一起每一次都是討論上一版簡報 簡報就拆掉重寫 然後下一次開會又繼續討論 繼續討論 等於有五版不同的簡報 然後到最後是把所有人講出來每一個字 用所謂按字管考的方式 都融入了這樣子一個社會企業創新實驗中心的一個設計裡面 所以我想10月初開張的時候 這個不會像以前的社系聚落 只是好像社區圈的人知道 社區圈的人知道怎麼使用 而是說各位在做任何事情 只要跟社會創新有關係 都非常歡迎來用這邊的 不管是展示的或者是討論的或辦conference 而且也跟之前不同的是在大家強力要求之下 它變成24小時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刷油油卡 就可以進來使用這個設施 所以社區團隊來講 我想有很多的工作是夜深人進的時候 在有很安全的警衛之下 事實上也是很容易去做的 所以我們確實是有把大家這個想法 納入參考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之後我每個禮拜三上午都在那邊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進出團隊 不管是虛擬實體 還是完全跟那個地方只是展示 或者是辦活動 或者你就是對任何台灣的社區 任何想像都很歡迎來找我聊天 然後跟我聊天 我回答不出來的部分 那就會交給主責單位幫忙這個回答 然後接下來就是也會去聯繫行政院在雲家 在中部 在南部 在東部的各個不同的辦公室 去辦這樣的社區巡迴的時候 也會跟台北連線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不管你在台灣哪一個角落 做社創的事情的時候 都不是孤單的 你都會知道在台灣別的角落 也有人正在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用這種聯合行銷的概念 去讓整個社會認識到這件事情 好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就非常非常希望大家 剛剛的這些brainstorm出來的好點子 以及大家這個兩天一夜累積出來 這種人際的這個關係 在未來能夠繼續深化 然後繼續去朝向這個solidarity 團結經濟的這個目標 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的努力